下次會議我們繼續進行二讀 各位委員辛苦一天了 祝福大家晚安 現在上會 二十一號晚間十一點四十六分 立院再進行一整天表決車輪戰 院長韓國瑜宣布到此為止 週五再繼續 依舊採用這三十五年前 大退步的舉手表決 韓國瑜依舊重蹈覆轍 甚至我要說是變本加厲 每一個條件至少表決八次 因為民進黨不斷的用議事程序 來重複的表決 應該繼續會在禮拜五 如果可以順利表決完成 如果沒有 當然就繼續在下個禮拜二 立院表決立院職權行使法 從早上九點開始 一路到深夜近十二點 而藍白國會改革提案版本 其中47條48條 政府機關或公務員 於立院調資料時不提供 經立法院會決議 將移送監察院 至於法人團體拒絕或隱匿資料 最高罰十萬順利惡讀 被綠營質疑是查水表條款 暗刺處罰至改正為止 這種定義不清的文字 為什麼要這樣 讓我們的NGO 讓我們的公民團體 讓我們的媽媽土風物社 感到害怕 民進黨主張程序正義出招提議 記名表決 重複表決 及登記發言 藍營則逐條提議 停止討論反制 與白銀以人數優勢 速度舉手表決碾壓 但一整天舉手表決 亂想多 請議事人員 清點人數 綠委質疑 在場人數喊109人 但民眾黨黃珊珊的位置 空蕩蕩 人不在場 也被算進去 韓國瑜無事 繼續走一城 不過藍白合力 硬讓擴權法案闖關 恐重傷 臺灣民主 三軍黃彥杰進來就 A先生們看不到